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华文化渊远流长 佛法智慧普利众生 心灵法门开启心灵之门 白化佛法启迪智慧人生 卢君洪台长二十年来 正是以无私无味的心情耕耘 慈悲救度一千万佛友结缘佛法 使中华文化精髓与佛法智慧深入人心 佛法神通 妙法视线 善巧方便 应激说法 无数佛友通过心灵法门 破迷开悟 爱国爱家 家庭和睦 社会和谐 作为世界和平大使 世界华人的新领导师 近年来 卢君洪台长的弘法足迹遍及世界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使佛法与中华文化的和平理念传遍国际社会 不仅获得授予意大利历史名校西耶纳大学荣誉课作教授 以及马来西亚皇室赐封拿督终身荣誉爵位 还在联合国美国国会等地举办的世界和平会议上 多次获得世界和平大使殊荣 卢君洪台长还荣誉入选2014中国人物年届 并作为特邀嘉宾 与高僧大德佛教领袖一同出席2015年联合国魏赛节庆典 使佛法与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相信今日所见所感定能为您点亮新灯 开启心灵之门 开启人生新的旅程 愿心灵法门救度更多 有缘众生 人心向善 国泰民安 世界和平 感恩大慈大悲的宽世音菩萨 现在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恭请尊敬的卢君洪台长 为我们慈悲开示 感恩大悲的宽世音菩萨 感恩是慈悲的基础 慈悲是人性的基石 让我们学习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普度有缘 广结善缘 感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 感恩龙天护法 诸天菩萨 各位嘉宾 还有各位法师 和来自全世界的佛友们 义工们 和圣约翰的救护队 所有的 为此次法徽付出的 佛友们和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我们命运 加给人的不幸 还有避开的可能 自己给自己 加上的不幸 却没有办法逃脱 所以我们人 常感叹自己 活得太累 为什么 因为我们 因为我们 什么都想要 我们要名气 要财富 要权力 要地位 全部都不放手 有炉 背了个包袱 我们能不累吗 很多人以为 只要有名 有利 就会幸福快乐 无尽的追求 才会认为这是快乐的 但不知 当我们认为快要快乐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开始要承受痛苦的开始 追求的结果一定是痛苦 人的奇怪之处 就是在于 我们急于要长大 我们又哀叹失去的童年 以健康拼命的挣钱 又用钱去治病买药 活着我们认为离死很远 临死前 我们又觉得没有活够 天天忧虑 我们的未来会失去更多 但又从不珍惜我们眼前的幸福 所以学佛人要懂得 现在的我就是过去的自己 现在的自己又是未来的我 一切都是自己造的因 自己种的果 人亦迷惑 就会种下不好的因 所以 人一发脾气 就会智慧全无 人绝对不能在发脾气的时候 决定任何重要的事情 因为 你只要在发脾气的时候 决定所有的事情 都一定会让你后悔的 愚痴的开始 就是听不尽别人的规券 失败的开始 就是以为自己都是对的 烦恼的开始 就是什么都以为自己拥有一份 例如有个人看到邻居在赌场上赢了三十二万 为什么我不能赢呢 每天他去赌博 终于在半年当中将倾家荡产 一种赌博的人生心态 永远不能得到解脱 而我们今天学佛了 我们明白了 人活在世界上 应该得到开悟和解脱 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 好好选择 今天我们选择了对的 那就是佛法 我们只要沿着佛法这条路走下去 我们一定会回到我们观世音菩萨母亲的怀抱 现代社会的人们思维比较混乱 每天很忙碌 他们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 等到觉察到身体和心力严重不足的时候 早已不知道逝去了多少个青春年华和岁月 每天在压力的感叹当中咬牙撑下去 有很多人一退休 就失去了人生的目标 迷失了自己 所以中国的禅文化中显示 发现本来的面目 就是你无需要把生活想得太困难 只需要尽力去做好眼前的事情 努力的活在当下 感受到自身中的生命可贵之处 改变对人间事物的观点和看法 认清这个世界 一切虚无 均是无常 把束缚自己的执着 我一定要去做什么事情 全部把它认作是妄想 这样你才能烦恼解脱 这样你才能禅定 记住 想定的话 你才会有智慧 想定的话 你必须有戒律 这就是佛法当中的戒定会 心理学家把美国旧金山海湾大桥的修建过程 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 有一个造旧金山大桥的时候 有一个安全的网的阶段 还有一个是没有安全网的阶段 海湾大桥工程刚刚开始的时候 建筑公司没有采取任何劳动保护的措施 海空作业的工人摔死摔伤 时有发生 以至于桥下总是聚集着一群失业的工人 等着有人摔下来之后 他们赶紧去填补空缺 寻找工作 在没有安全网的阶段 海湾大桥的工程 夺取了二十几条人的生命 工程曾一度的停止 因为人员伤亡严重 而严重的停滞 后来建筑公司投资了十万美元 安装了一个在桥下面的安全网 结果施工效率 居然提高了四分之一 仅仅这百分之二十五的提速 就为公司带来了将近一百万的收益 更奇怪的是 当这张安全网完全做好了之后 到大桥竣工也只有十个人摔下来 完全被安全网造住 有惊无险 经理学家说 人在恐惧心理的作用下 人的四肢调协调的能力会下降 平衡感反应的速度和判断率 均会减弱 安全网的作用不仅保护了出事的人 更帮助了建筑工人 战胜了恐惧 让他们少出事故 这个故事就是告诉大家 因为我们现在学佛人没有安全感 因为我们自己觉得在这个世界上 天天的担心车祸 生癌症 为自己孩子的不学好 为自己的先生和太太 可能有一天会离我们而去 而带有恐惧的生活 这样让我们得到了很多的恐惧症 忧郁症 这就是没有安全感 让我们丧失了大脑的分析能力 让我们心不在自己的身上 这就是人类的心病 所以过去讲身体健康 而现在讲身心健康 没有好的心灵 你就会没有好的身体 心灵是你的支柱 只有善良的心灵 慈悲的心灵 才会给你带来 良好的身体和健全的肢体 我们学佛的人 要用佛教这张安全的网 相信有观世音菩萨的慈悲 相信有龙天护法 才能战胜恐惧的心理 才能让自己活得自在 才能知道人间是可以战胜 任何人间的艰难选阻和烦恼 人总是在质疑 别人不能做到的事情 不可能自己也能做得到 实际上自己认为自己做不到的事情 你已经把自己的思维提早了 进入到了你无能的阶段 为什么我们不能尝试着去做呢 别人能修成正果 别人能到西方极乐世界 为什么我们不能去呢 别人能够像菩萨一样的活着 别人能够平安的活着 为什么我们不能好好地活着呢 要有信心 信心来自于戒律 从今天开始就守戒 我们向菩萨学习 我们每天看一看 我们做的事情像不像菩萨 这样你就会越来越接近菩萨 是佛是心啊 佛就是你的心啊 用你的心在人间创造一个美好的菩萨吧 大家想一想 很多人为什么他的成绩会考满分 那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 人家天天在做功课 有些人为了考托夫的成绩 他天天练口语 把喉咙都练了发言 很多佛友 为什么一求就灵啊 我们没有看到别人 每天四十九遍大悲咒 四十九遍心经 他们做功德 他们拜佛呀 优秀的青年企业家 我们没有看到他们 无数个不眠不朽之夜 他们比我们这些 在睡梦中的人要努力呀 那些一朝红遍世界的明星 我们没有看到的是 人家几十年默默无闻的 用心在苦练呢 我们什么都没看到 就说自己不可能 我们什么都没尝试 就说别人不可能 你自己做不到 又说别人做不到 其实我们觉得不可能的事情 别人能够做到 我们学佛人就要相信自己 我们一定也能做到 台长希望你们好好学佛 我们不要争人间天下事 台长愿意以后跟大家 百年之后在天上相会 我们人只要努力的去做 没有做不成的事情 所以一个根本不敢去做 和不想去做的人 他可能一辈子就是不可能 台长告诉大家 人要会自我调节自己的心态 很多人一辈子活着 就不懂得调节心态 古时候有一个人 只要生气就跑回家 绕着自己的房子和一小块地 跑三圈 后来他的房子越来越大 他的地也越来越大 每当他生气的时候 他还是绕着房子和土地跑 他老了还是这样 他的孙子就问他了 爷爷你为什么一生气 就喜欢绕着房子走啊 绕着这些土地跑啊 老人说年轻的时候 我一和别人吵架 我就绕着房子和土地跑三圈 我在想啊 自己房子这么小 我又没有土地很多 哪有时间和精力和别人生气啊 一想我的气就消了 我就有更多的时间去努力工作和学习 孙子又问 那爷爷你现在成了富人了 你为何还要绕着房子跑啊 爷爷说我现在富有了 边跑我会想 房子这么大 土地这么多 更没有必要与人斤斤斤斤叫 一想到这里 他的气又消了 这就是自我调节心态 好好地学啊 我们人要学会自我解脱 虽然事情是固定的 但是人的智慧 那是无穷无尽的 只有当自己的心想解脱 和能够解脱在某一件事情之外 你才能解脱现实的事情 很多人跟先生吵架 他是这么想的 先生今天骂我 没有关系 因为他是我们一个家里的人 我们明天后天就不会再吵再骂了 所以今天的烦恼 我根本不应该有 说不定后天不是他骂我 而是我骂他 想到这里他就不生气了 学博人想得通 就是要让自己去想 怎么样让自己想通的那些道理 说服自己 这就是让自己解脱 你们一定要记住 人最难说服自己的 就是你自己啊 没有一个人逼着你去烦恼 没有一个人逼着你去犯罪 去恨去难过去嫉妒 只有自己 所以让自己解脱 你才能在人间摆脱真正的烦恼 和去除业障 佛法 佛法中讲加持 大家知道加持 为什么要加持 台长告诉大家 加持真的是有力量的 为什么 那是一种信心 给你一种能量 我们举个例子 如果一个人没有鞋子 没有能力买鞋子 加持就相当于 给你 借给你一双鞋子 但是这样走 光比光脚要走得快 但是等你走了一段时间 人家会把鞋子要回去 所以得到加持之后 必须自己更精进的努力 就像我们荡鞦韆一样 开始的时候 你是永远不会飘得很高的 当别人推你一把 你上去了 等到再回来的时候 你要按钟使劲 你会走得更高 这就是加持 我们要让佛光普照我们 得到菩萨的加持 我们第一要努力 第二要诚心 学博人贫穷不算过错 而死的时候 连贿命都丢失了 那才是遗憾终生啊 一生无缘 接触佛法的人 这个人活着很痛苦 当你们沐浴在佛法的阳光当中 想通想明白 享受着佛的滋润的智慧 你们吃着喝的都是我们众生的结缘 这个时候你们感觉到人生像一个天堂 人间像一朵大莲花呀 所以我们的莲花要大如车轮啊 我们的心要像海一般的宽广 我们这样才会接触到佛法 我们比他们幸运的多 他们是在受苦受难的人 而我们就需要去帮助他们 去救度他们 救度他们 脱离他们自身的悲惨世界 人跟人的误解 很难排除啊 我告诉你们 在美国阿拉加斯州 有一对年轻人 婚后越有一个孩子 很小 妻子呢 就是难产死了 他自己这个先生 非常的忙碌 又忙于看家 又忙于生活 还要照顾孩子 他很可怜 他训练了一个狗 那个狗非常聪明听话 能照顾小孩子 还能咬着奶瓶 喂奶给这个小孩子吃 有一天 主人外出 应遇到大雪 第二天才赶回家 狗立刻纹身出来 迎接主人 房门一开 到处是雪 床上也是雪 孩子不见了 狗在身边 满口是雪 主人以为狗性发作 吃掉孩子了 他大怒 拿起刀 向着狗头 一刀砍去 把这只狗杀死了 突然 他听到孩子的哭声 他从床下 爆出孩子 浑身是雪 但是没有任何的伤痕 再仔细一看 狗的一条腿 已经被咬断 边上有一个死的狼 口里还咬着狗肉 狗救了小主人 但却被误杀了 人间的误会 往往是因为 彼此之间不了解 没有理智 没有耐心 我们人不能体谅对方 反省自己 多数是在不了解情况之下 冲动而发生的这些相互谴责的事情 误会一开始就说别人千错万错 这样你的误会就会越陷越深 人会对无知的小动物都会产生这么大的误解 人与人之间的误会是难以想象的 不学佛的人哪来的忍耐和忍辱心啊 不学菩萨的人哪来有慈悲和理解宽容啊 希望大家所有被学佛的学佛的人都要有一颗慈悲的心去理解别人的心去包容去宽容别人的心 这个时候你的心心包太虚 那你的境界就在天上 你不会因为自己的误杀和失误造成对别人的伤害 别人会感恩你 你就是菩萨 谢谢大家 台长告诉大家有一个先生 他打电话请台长给他看图腾 台长看出他太太人不坏 但是脾气非常不好 喜欢骂人 尤其喜欢骂这位先生 这位先生都不承认 台长还看到他们的前世 这位太太是一个田农 牵着牛羊 先生拿着鞭子抽牛羊的时候 连他一起抽 所以今生太太会拿毛巾抽这个先生 台长问这位听众 是不是这样 这位先生非常腼腆的说有有有 台长还指出他太太这辈子喜欢她的时候有些强迫 这位听众说难怪啊 这就是前世的因果 我给大家听一下录音 谢谢 喂你好 喂 您好 喂 您好 请您在这帮忙看 因为五年生的 女的信仰的 人不坏 脾气不好 听不懂啊 喜欢骂人 是的 叫他改毛病 尤其喜欢骂你 因为上辈子你管他的 这辈子他要管你了 所以你是个怕老婆的 是的 是的 都看得见的 他上辈子是接的头羊接的头牛 他是一个田龙 就是帮人家耕地的 后来我就看见你出现了 你欺负他 听得懂啊 那边是还抽他 因为你抽牛抽羊的时候 连他一起抽 所以他这辈子一定会拿毛巾抽你的 你现在老实讲抽过没有 有了有了有了 看见吗 这个报应不得了的 我就看到你前世啊 而且你要记住 他喜欢起你起来的时候 就是有点像强迫一样的 这就是因为你经常强迫他上辈子 听得懂了吗 难怪 难怪 是是是是 他这个人呢 良心挺好的 吃得几苦 家里什么事情他都能做 只不过一边做一边嘴巴里要骂 对对对 明白了吗 对对对 台长看到的前世东西精识全部都会念念的 所以你们一定要好好念经修了 会的会好好修的 哇他现在身上有莲花了 哇这么好啊 啊他精识修得很好 哦他心很沉 他要么不念 他念起来他 他都听不见人家讲话的 嗯 呵呵呵 对不对啊 嗯 是的是的是 他不理人的 他念经的时候谁都不理的 嗯 是的是的 哎 是吧 你叫他 你就是说师父的弟子 你叫他老实一点 好好过日子啊 好谢谢师父 谢谢 有一个人贩子经常贩卖人口的 他呢姓张 他在列车上呢认识了一个长得比较漂亮的美女 这个张某呢就提议下火车之后呢 一起到山西的一个山村 说去体验农家乐的这种啊快乐生活 这个美女呢当了她的面呢非常羞涩的答应了 这个张贩子心里在想那个村子里有一家要买媳妇的 我把这个女人骗到那里一定可以卖一个好价钱 谁知道到达了这个目的地之后 这个张某却被几个壮汉拉进了一个黑煤矿 原来她被这个美女已经卖到这里来做苦力了 心中有魔的人他就会碰到魔 想害人的人一定会被别人害 所以我们学博的人心术要正才能产生正能量 末法时期大家记住了我们没有很多的时间和方法去接交那些坏朋友 我们只能找好朋友交 因为记住了你交好朋友都给你带上好的道 那就是正能量 否则你会被那些坏朋友拉入五欲六成之中 承受人间的轮回之苦 所以希望大家跟佛友之间多一点慈悲之情 这样你才会越来越精进 台长告诉大家一个真实的故事 一个刚刚被释放判了七年徒刑的青年 因为受骗起了盗窃之罪 结果被判七年 出狱之后本想找份工作重新做人 结果碰到一个烂兄烂弟 说你知道吗 你这次盗窃是谁揭发了你啊 是某某某啊 你知道吗 他害你坐了七年牢啊 你此仇不报 非君子啊 他被激怒了 他以为神不知鬼不觉 半夜跑到这个人的家里 居然拿一个榔头砸了他的头 结果三天就被破案了 对方变成了职务人 他又被重新关进监牢 判了无期徒刑 悔恨交加 不该教那些烂兄弟的话 不该听他们的 人的命运是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 没有人会逼着你去抢 逼着你去恨 逼着你去难过 所以我们要懂得人的心是最重要的 很多的婚姻破裂 就是听了外面太多人的讲话 一念正你就行为正 一念邪你的行为一定就邪 正能量就是把所有的人 所有的事都看成好的 你的心中装满的正能量 善能量 如果负能量 就是你把世界上任何事情 都看成是害你的 欺骗你的 和让你记住你的事情 你会活在一个痛苦的环境当中 现在的人 没有人跟人的信任感 就是因为心中太多的负能量 希望大家 把我们的长辈 看成你们的父母亲 把你们这里的青年和小辈 看成你们的孩子 这样心中充满着爱 这样人才会越来越善 越来越善 越来越慈悲 这就是佛礼和佛情啊 刚才台长说戒定会 因为实际上 实际上我们去除自己身上不良的种子 转化为自身根深蒂固的贪嗔痴 为什么 因为你的心中有善有恶 你的心像一面镜子啊 因为你的镜子造到了恶 你的心就会显示出恶的一面 当你的心去造到一种人间善良的东西 你的心就会变得越来越善良 台长告诉大家 贪心中的人会产生恨意 他称心中的人会生病 痴心中的人会生后悔 不恨不悔不生病 那就叫开悟啊 要懂得我们每天的工作 只是为了得到肉体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延续啊 只是属于物质上的追求 而学佛的人那是恰恰是追求精神上不朽的自由 所以为什么这么多的法师毅然出家 因为他们开悟了他们明白了 他们知道这个世界上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他们愿意修成正果 来救度更多的众生 所以今天他们的到来也是护法 让我们全场和我们视听剧场的所有的佛友们 以热烈的掌声再一次对他们表示感谢 我们人的肉体会变换 而我们精神的层面是永恒存在的 学佛人要懂得用精神去除肉体上的意识的痛苦 记住了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没有经过 委屈 我们选择的时候 我们选择的时候 彷徨 对学佛人来说 你面对别人的指责 委屈 你正好借这个机会了解自己 评价自己最好的参照 因为很多的缺点自己是不知道的 当对方指出你的时候 你才知道原来我有这么多的缺点 有一个先生 他的太太从来不讲他不好 他以为他自己在家里非常好 只有当他妻子在发怒的时候 才会把他说成 你是一个小男人 你是一个贪得无厌的人 你是一个非常自私的人 他一吃惊 回头一想 原来我真是这样的人了 赶快改正吧 你脸上的东西别人看得见 你自己看不见 眼睫毛长在你的眼睛前面 你们都看不见 所以你们身上的缺点 只有别人看得见 你们的师父卢台长 看得见你们身上很多的毛病 所以我才要指责你们 讲你们 目的就是让你们成佛 我不想让任何一个佛友 再到六道当中去轮回 因为人间太苦了 遭遇到挫折 那是走上学佛道路的必修课 我们学佛人要有五种气概 台长告诉大家 人活着要有志气 心里要有慈悲善良之气 对人间的物欲 我们要有骨气 对邪恶 我们要有正气 对于此要有佛智慧的灵气 无善养无浩然之气 浩浩乎 赛乎天地之间 一个人要穿过一片沼泽地 没有路 他左跳右跨 竟然找到一条路 但是 没走多远 他一脚陷入了泥潭 这个人就慢慢的陷进去 又一个人来了 也想穿过沼泽地 看前面人有这个脚印 走一段 诶 很顺嘛 他一放心 一走 又陷进去 又来了一个人 看到前面人的脚印 他想都没想 沿着前面人的脚就走了 结果又陷下去了 又有一个人 他要过沼泽 看到前面有这么多的脚印 他心想 这一定是一条通往弊端的阳光大道 已有这么多的人走过 他相信这一定走得通 没想到他也陷进去了 这个故事说明 世界上前人留下来的路 并不是走的人越多 就一定是平坦和安全顺利的 沿着别人的脚印走 并不一定能够成功 学佛人在当今的时代 在末法时期要总结思考佛陀的教诲 学佛的思维 我们要神似并不追求行事 要佛的智慧教育众生 学佛菩萨的真谛 这样才能在人间跳过 我们没有碰到的沼泽 走出苦海 寻找新路 解脱自己 这就是禅 这就是般若 信念 会产生愿力 就会产生能量 这就是佛说的 信了之后 你会有愿力 然后你才会付诸在行动上 信心 会产生强大的愿力 爱因斯坦的职能方式的转换 早已用科学的理论角度加以验证 我们相信自己有能力有愿力 才能战胜自己 一个连自己都不敢相信自己 能改变自己劣根性的人 又谁能让你们改变呢 你们今天所有来的人 都有过自己后悔的时间 也有过称恨 也有过犯罪 也有过心理变态 想一想 靠谁来帮你们改变呢 靠佛法 靠着我们慈悲心 靠着我们的开悟 希望今天来的所有的佛友们 你们好好学佛 好好开悟 这样你们才能 在污泥而不然 靠污泥而不然 这样才能脱离苦海 走向彼岸 排长 告诉大家 有一个笑话 人哪 有一个毛病非常懒 有一个懒汉 他想找媒人介绍女朋友 这个媒人说了 做媒的人说了 你这么懒 没有女人会嫁给你的 这个人说 我是很懒 但是我改不了啊 你帮我凑合的找一位吧 这位媒人就跟他说了 好啊 我现在倒有一位啊 家庭条件很好 人长得很漂亮 还有嫁妆 哎呦那太好了 不过他有一个缺点 什么缺点啊 他有时会发疯 懒汉为难的问 他是经常发疯 还是很长时间才发疯啊 结果这个媒人说了 一年就两次 哦那可以 你马上去跟他说媒吧 没人不说话 这个懒汉着急了 请你赶快去跟他做媒吧 为什么 哎我告诉你啊 现在不能讲 你不能着急啊 因为我要等到他发疯的时候 我才能跟他讲 为什么 因为啊 他只有在发疯的时候 他才愿意嫁给你啊 我们自己不改变自己 没有人能够改变你们自己 你也永远改变不了别人 最有智慧的人 那是先改变自己 因为别人你很难改变 所以彻底的改变自己 你才会真正的找回真我 我们不能被眼前的一些利益和恶习 遮住本性 否则我们很难找回自己 所以希望学博人要懂得顺应自然 我们要感应 我们要感应人生的真理 不断的去理解 去探索我们的真实价值 见证本性 是否善良是否肯帮助别人 今天这么多的佛友相互帮助 相互谦让 这样你们以后 在天上的西方极乐世界 才会有你们的位置啊 否则一个很凶狠的人 一个笑都笑不出来的人 一个没有自卑心的人 他不可能进入西方极乐世界 超脱六道的 现在就成佛 这是人间的佛 我们要支配自己的智慧和财富 我们修行 就是要将有限的生命和仅存的一点点的时间去完成无限的生命的真谛的探索 有一首歌叫《时光一去不浮返》 珍惜我们的生命 珍惜我们的慧命 学会慈悲 赶快成佛吧 有一位教授 他和同学们上课 教授拿了两杯水 一杯是黄颜色的 一杯是白颜色的 对同学们说 你们每个人可以选择当中的一杯 尝一尝 先不要说出来它是什么味道 其中有三分之二的同学尝了那一杯黄色的水 只有三分之一的人选择了白色的那一杯 教授问同学 黄色的那一杯水是什么水啊 所有的人说黄颜苦水 那么你们为什么要去尝这一杯呢 教授因为他看起来像橙汁 教授又问那些拿白水的同学是什么味道 那些同学说是蜂蜜的味道 教授说 教授说 那么你们为什么会选择那一杯白色的水呢 同学们说 因为有色素的水虽然好看好喝 但是不能解渴 教授笑了笑 绝大多数的同学选择了很苦的黄莲水 因为他看起来像果汁 少数人尝到了蜂蜜 这是为什么 那就是人生的抉择一样 我们人生也是这样 有两杯不同颜色的水 一旦你选择了当中一杯 便意味着你要放弃另外一种 选择颜色耀眼的 那你是追求人间的艳丽 和战时的荣华富贵 看起来很时髦 但往往会尝到苦果 选择不太起眼的平常的白水 那就是我们生活朴素 我们衣食不贪 平稳的心 不注重色彩 低调生活 很重现实 这种人才能尝到生活的甜头 希望大家好至为之的选择 人生的路啊 学博人只有踏踏实实 不讲求虚荣 才能真正的有好心 人生的色彩太浓 会让你不好好的修心 不能路定 在上个两个礼拜 一个印度的亿万富翁 在排行榜上有名的一个塑料大王 他捐出去了十七个亿美金 然后他依然出家 他为什么出家 他选择了人生之路 他不缺钱 不缺名 不缺利 他为什么能够出家 因为他知道真正的家 不在人间 而真正的家 那是在天上啊 我们人不讲求虚荣 才能真正的修好心 我们要拥有真正的智慧 才能得到充实的人生 希望大家一定要实实在在的学博 好好地修心 这样你换来的才是真心真意 真佛真念 有一位听众反馈 一对夫妻不到二十岁的儿子 得了幻听症 你们知道什么叫幻听症吗 幻听症就是耳朵 不断地有人跟他讲话 就像我们现在坐在这里 很多孩子在吵闹 我们听不到 那就叫闭关所得 那是一个两耳可以闭关 就是闭掉的 然而那些幻听症 因为有一些灵性在他的身上 所以不停地跟他讲话 他们四处求医 用尽了钱 暗访通灵参加各种的会 花了很多钱 都不奏效 2012年他接触到心灵法门 夫妻两个人拼命念经 也没有看图腾 给孩子念了一千一百多张小房子 许愿放生度人 两年时间分文不花 把儿子十几年的幻听症治好了 我给大家听听录音 谢谢 谢谢 同学讲 哎呀 太好了 谢谢观世音菩萨 嗯 值得一提的是 这位同修 并没有找过师父看图腾 同修觉得 就算看了图腾 也是要靠自己努力和付出的 不努力不坚持 没有信心的话 看了图腾 反而让师父飞夜 所以同修也希望 大家特别是家里有精神患者的同修 能够申请信念 呃 谢谢观世音菩萨 住在田边的青蛙 对住在路边上的青蛙说 你这里太危险 青蛙 青蛙 你赶快搬到我们田边来住吧 马路边上的青蛙说 我已经习惯了 我天天睡在这里 我也没有出事 我懒得搬了 几天之后 田边的青蛙 又跳到了马路边的青蛙的边上 想去看看他 发现这个青蛙 已经被车子压死了 掌握命运的方法很简单 远离懒惰 你就会得到精进 我们人要学会 不要懒惰 懒惰 懒惰 就会失去更多 你应该得到的东西 懒惰 会让你失去 因为失去之后 会让你的心 成为悲哀的开始 所以作为一个人 就必须要勤快 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非常非常的难 因为我们不懂得 怎么样在人间寻找一条解脱之路 这就是孤独的心灵 所以我们很需要有一个对方交流的人 这个时候你有一个好朋友 说不定就让你学佛修心 但是当你碰到一个坏朋友 就会让你走上绝路 其实我们根本用不着到外面去找 我们找朋友的对象 不一定是别人 可以是你自己 因为只有你自己是最关爱你自己 也是你最好最永久的朋友 我们要相信我们的朋友 这位朋友是你自己 他在哪里 他就是在你的自信本性当中 那就是你的佛性 经常把这个朋友拿出来 跟自己对对话 我像不像佛 我像不像菩萨 这件事情我能不能做 我没有没有没有的良心 这时候你的佛友会告诉你 不能做 因为你不会在人间永远长存 因为你拥有了佛心 在世间学会忍让你不计人间天下事 你才能回到菩萨生啊 佛陀啊 弟子问佛陀说 佛陀啊 你如此神通广大 如此的慈悲智慧 你为何还会有人受苦受难 佛陀说 我虽有宇宙最大的神通 但依旧有几件事情是做不到的 请大家听好了 因为我们人想帮助别人 想救人要有能力的 你稍不留神 可能就会伤害你 佛陀说 因果不可改 因为因果自负 自己造的恶 必须由他个人自己受这个果报 这就是众善得善 众恶得恶 别人替不了 菩萨也无能为力 第二 第二 智慧是不能赐给别人的 任何人想开智慧 离不开 逆境 缩折的磨练 所以 顺境会使人堕落 不喜欢磨练 是成不了财的 实际上 这就是告诉我们 天天享受人间的福报的人 他是学不好佛的 天天被人家恭维 每一天不愁衣食住行的人 他很快就会不学佛 还会有磨难 第三 真法不可说 宇宙的真相 佛陀说 用语言 那是不能表达的 只能靠实践 就如我们今天 台长跟大家说 叫大家念经 如果你们不念 没有人会知道 因为你们念了 你们证实了 所以他才是真实存在的 如果你们不念经 这个世界是不会存在佛法的 第四 无缘不能度 大家都要记住了 如果我们在度人当中 他不愿意听 不愿意说 不愿意讲 我们就是无缘之人 我们是没有办法度到他的 但是菩萨是慈悲的 观世音菩萨告诉我们 无缘 那是他现在和佛法没缘 并不代表永远没缘 等到他佛缘慢慢的坚进和成熟之后 我们照样可以去度他 那么因为时间关系呢 今天呢也不能呢跟大家讲的太多了 其实我想留着明天给大家讲吧 因为台长这几天也是法喜充满 因为我最开心的就是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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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菩萨天天来 而且菩萨不怕累 观世音菩萨也天天来 佛陀都天天来 我真是感恩的不得了 我希望你们都能看到 我想最后在这个节目 我在做广播呢 我想最后 我想告诉大家 一个很好笑的笑话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说了 就是有时候开悟了 就是想通 一个人一想通了 就开悟了 有时候一句话 也会让你气了半死 所以人呢 在不明白道理的前提下 不要去听别人讲 我告诉大家 我上次听了一个笑话 说有一个热心人呢 是上海人 上海人大家知道 上海人的普通话 是上海普通话 他捡到老妈妈的一个钥匙 一个老妈妈不当心的 把钥匙掉在地板上了 但是他国语不好 他就挤上来 想跟老妈妈说 老妈妈 你要死掉了 结果呢 他国语不好 跑上来拉住老妈妈 老妈妈 你要死掉了 这个老妈妈是北方人 一听 拉住我 还要我死掉了 脸色铁青 问他 你说什么 小伙子 老妈妈 你要死掉了呀 老妈妈 不知道自己 要死掉了 老妈妈说 你死吧 自己抽筋了 人间处处是烦恼 想不烦 要不气 想不气 要学佛 学了佛 才知道人间的一切都是圆 你生气来 我不气 气出病来 无人气 学佛的人 才能理顺自己的气 我们就是要理顺自己的浩然正气 让自己的佛性广静 然后让自己的智慧广发 让自己的慈悲心广度 那就是我们人间学佛人的学佛基础啊 谢谢大家